你看到我給你翻臉文章嗎? 精彩的合不龍腿 Hello大家好,我是阿翔 Hello大家好,我是Norolo 歡迎回來我們的時尚八卦系列 我們的口號是比歷史更有趣,比八卦更真實 本期我們要說的是時尚圈第一帥哥 Yves de L'Homme,波蘭壯闊的一生 我們要來詳細地給大家說說他的設計理念 以及與老佛爺卡拉克菲爾的撕逼往事 帶大家一起回到那個人類歷史上最wild and free的7080年代 是的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踴躍地給我們點贊,轉發,收藏,投避哦 如果可以的話,請點關注武林的支持是我們把節目抓去的最大動力 正是開啟本期的故事之前,我們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 世界是多元的,不是非黑即白的 人類是複雜的,不是非好即壞的 才華不等於人品,外貌也不與善惡掛鉤 所以大家看我們雖然嘴那麼賤,但是我們美呀 那如果您不能接受以上的觀點,本期的視頻不適合您看 請您點贊後退出本期視頻,不要給自己和別人添堵 那既然已經點贊了,何不三連一下再走呢 說到本期故事的主角Yves de L'Homme 大家腦子裡第一個跳出來的是什麼呢? 是否是街頭巷尾元首一支的YSL口紅? 還是紅鴉片黑鴉片的香水? 還是爆火的單品Nikki包呢? 回歸Yves de L'Homme本人啊 他可以說是設計圈的名聲赫赫的拍抖了 他1936年出生在當時法國殖民統治下的阿爾及利亞 的一個富裕家庭,注意關鍵詞,富裕家庭 他12歲學習畫畫,14歲的時候就跟他媽說 我的名字將來要出現在巴黎的香榭里社大街 他這麼有報復14歲就如此鴻圖大志 香榭里大街是巴黎一條著名的購物街道 相當於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王府井 但是香榭里社至今沒有YSL的街 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不要害怕夢想太大嘛,努力地去實現它就好了 他當時的偶像是季凡希先生 在這裡要說一下YSL也在別的採訪裡面 說他的偶像是Cour Chanel,香奈兒女士 但是他整個人就是一個飄著的帥哥 像煙一樣的人,大家不要在乎邏輯了 那時間來到1954年,17歲的Yves de L'Homme 還真跟27歲的季凡希先生遇見了 是雙軟肩配率成功了嗎? 默默嗎? 當時技術沒那麼發達 當時17歲的Yves de L'Homme 就參加了國際羊毛局 舉辦的好羊毛大賽 設計大賽 被獲得了玩禮服的冠軍 哇哦 當時的評委有Pierre Bowman 有紀凡希先生,也有Christian Dior Dior先生 那值得一提的是 同屆比賽中有一個來自德國的小夥子 哦?他是誰呢? 他就是日後被人稱為老伯爺的卡爾拉克菲爾 哇哦 快速的給大家介紹一下卡爾拉克菲爾 他在1933年出行於德國的漢堡 爸爸是一個煉乳工人 媽媽是一個內衣售賣員 他從小就在港口長大 為了離開德國 他自學了一口流利的法語和英語 對,於是在14歲的時候 他們舉家 搬遷到了巴黎 他從小自學英文和法語的事情 他本身的性格是一個自律的人 言語綠姬 回到比賽,剛才說到Yves獲得了婉裝組的冠軍 那卡爾就獲得了套裝組的冠軍 很難看得出這兩個人的性格 那有一說一呢? 我們這個節目沒有一 其實這兩個人早就認識 他們畢業於同一所社系學院 卡爾大Yves三歲,是他的師哥 在獲獎之後 據說兩人心心相惜,無話不談 還一起包車騰遊了巴黎 他們兩個在一起過嗎? 沒有,他們兩個一起在伶頂洋裏裁來兵吧 次年,也就是1955年 改變Yves命令的一個男人出現了 他是誰呢? 他就是Christian Dior 哇,就是那個給他當評委的時候 就貓上了一把 Dior先生看著Yves的才華 把Yves招去了Dior 此時卡爾也被PF Bowman招去了Bowman 哇,巴爾曼就是那個被Dior拒絕的 所以是兩個對頭招收了兩個年輕人 故事都串下來了 可以說,Dior先生是給了Yves Saint Laurent 一個煩人難以企及的一個起點 Yves Saint Laurent在Dior的近身之路 簡直像乘著火箭 嗅嗅的 嗅嗅 對 在1956年,僅僅任職一年之後的Yves Saint Laurent 就被Dior先生提拔 並且任命為製作高電的設計師 一年之後,也就是在1957年 Dior就告訴Yves Saint Laurent的媽媽說 你兒子很不錯,我要讓他做我的接班人 同年10月,Dior去世了 所以Dior在生命的最後三年裡光顧著提完Yves Saint Laurent 年紀21歲的Yves Saint Laurent也由此挑起了 Cristian Dior這個時裝屋的重任 他設計出的第一個系列也非常成功 廣受好評 那這裡具體的細節 Dior的死因種種八卦 我們就不在這裡再說了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給大家在Dior的編年史裡面說過了 而此時的Kyle依然在把我們開心地打砸 所以時尚圈一直流傳這句話說 Yves Saint Laurent他是個天才型選手 而老輝也是個地才型選手 一個靠天賦,一個靠努力 1957年底,在Quiston Dior先生的葬禮上 又有一個男人走進了Yves的生命 那是誰呢? Pierre Bessy 這個Pierre也是一個神人 他集聚商業頭腦和執行力 此時27歲的他是法國著名的表現主義畫家 Bernard Buffen的男友兼經理人 他在19歲的時候遇到了Bernard 然後通過了8年的時間 就把Bernard推上了一個炙手可熱的畫家地位 當時歐洲藝術圈有盛讚Bernard 說他是畢加索的接班人 然後法國最具有價值的藝術家新秀 所以Pierre是玩了一個養成的遊戲 對,把他拉入了誇誇群 說回Yves這條線 在Quiston Dior的葬禮上 Yves和Pierre兩人被拍到同框 但是此時兩人並不認識 他們不會知道兩人的命運將在幾天後 交織在一起 那在Dior葬禮後的第三天 這兩個人有個共同好友 是一個在巴莎工作的編輯 叫做Mahiloui Bousquet 他們在巴黎蒙馬特區 波朗奇廣場就組織了一個飯局 這樣子Yves Saint Laurent和Pierre就在這個飯局上認識了 所以巴莎不僅做時尚還拉屁條 當時在這個飯局上面 大家聊到近期的計劃 Yves Saint Laurent就說 因為最近奧爾茲利亞在內戰 所以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裡 Pierre和Bonna就說 他們正準備去南法的度假屋去度假 Mahiloui一聽 當場就和Pierre和Bonna說 你們又不戴這衣服啊 所以她真的是拉屁條的 可不是嘛 人家想兩口出去度假 一定要再多扯一個人 真的,感覺她就是一個傻大姐 你不覺得嗎 有一點 你說第一次認識 這三個人又在同一個飯局上面 這種尷尬的請求要怎麼拒絕了 他們就沒有拒絕嘛 同年三個人高高興地去度假了 1958年年頭度假結束 只有Yves和Pierre回到了巴黎 發生了什麼,趕快信息量有點大我 中間發生了什麼 我們不得而知 只知道回來的時候 Pierre是衣服的男朋友了 而且兩個人迅速的當局了 後來離開Pierre的Bonna 事業開始走下過路 一度被爆出在南法的家中 嘗試自殺 被小鮮肉搶了男朋友 我心裡能好受嗎 對此Pierre是這樣被自己辯解的 他說我犯了一個全天下男人 都會犯的錯誤 開個玩笑 Pierre他說的是 給大家翻譯一下 他就是說 我怎麼會在一瞬之間就改變了所有 怎麼可以僅僅憑著這一瞬的花火 而忘記了我和Bonna度過的八年 在一刹那之間 我從來沒有預料過的事情發生了 那個我沒有預料到的事情 可能就叫一見鍾情吧 在這裡讓我壓下我的怒火 理性的來分析一下 Pierre的選擇很明確 一個是30歲靈感極精枯竭 事業岌岌可危的畫家男友 另外一個是22歲美若天仙的 設計事業冉染上身的小鮮肉 你說你會怎麼選 在這裡也想聽一下大家的意見 覺得Pierre是渣男的請扣1 覺得他不是渣男的請扣0 Colin 這邊Yves一邊在Dior工作 一邊又談著甜甜的戀愛 然後在朋友圈又有像 像卡拉克費 像Andy Warhol這樣的藝術家 又頂級藝術家在一起玩 事業愛情友情都頗為順利 但是誰的人生不是起起伏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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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就在一年之後 Yves Saint Laurent在Dior的風評急轉直下 因為他的設計風格過於激進 不受當時金主爸爸Massai Boussac的喜歡 同年又爆出Yves 就是逃兵意義的醜聞 導致輿論沸騰 所以1960年 一負責已就必須離開Dior的設計師崗位去參軍 但此時參軍的Yves已經不是一個普通人了 他是搶著著名畫家男友 又有逃兵意義醜聞的天才Dior設計師 是的 簡直是一個天天都能上頭條的結合體格 是的 來到軍隊呢 可不像外面的花花世界 迎接他的是一些用拳頭說話的鋼鐵直男的毒打 這裡的毒打可是真的毒打 當時的軍隊環境是無法容忍一個從小養尊儲優的唯一男青年 就在入的20天後 他就因為被霸凌而送入了軍隊的醫院 並被迫服用大量鎮定劑以及精神的藥物 以及電機療法 好慘 真的有點慘 因為為什麼會對他進行這麼極端的一個治療方法呢 是因為在1957年的歐洲 喜歡同性依然被認為是一種精神疾病 而且是被認為是可以治癒的 所以在部隊醫院的經歷 為Yves Saint Laurent在今後的人生裡面精神不穩定 以及長期一來藥物就埋下了一顆地雷 但是在醫院接受精神治療的期間 Pierre經常去探望義務 並給他帶來一些溫暖和關愛 比如說他被Dior辭職的消息 就是Pierre告訴他的 帶去關愛和溫暖你被辭職了 但是這個是真的 他被辭職的消息確實是Pierre告訴他的 在這裡請各位想加入豪門的小可愛 拿出筆和紙記下接下來的這段話 看一圈經典的話 Yves在當時說 We have no other solution You and me Let's start our own couture house 翻譯過來就是我現在只有你了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一起看一家時裝屋 完成我們的夢想 小可愛們在運用這句話的時候 可以把時裝屋換成我們的家 Yves Saint Laurent說的這段話真的是差相似意 連雨時機 如果我不知道後面的故事的話 我可能是要感動到骷髏 是的 這個Yves雖然吃了很多藥 但是它P.O.A起來 這個能力還是不輸的 也許是因為吃了很多藥 所以P.O.A等級上升 終於人民群眾喜倫樂見的渣男 P.O.A加男的事件上演了 嗯 這裡是Yves P.O.A片 之後P.O.A會P.O.A Yves 我們之後再說 有這麼精彩嗎? 真的 那我們回到正題上來 1960年11月Yves Saint Laurent終於離開了惡魔般的醫院 回到巴黎準備自己的時裝屋開業 在P.A的支持下先是把Dior告了 思路非常清晰 獲得了一筆巨額的賠償金 之後P.O.A也多方奔走尋找各種投資人 為了籌錢甚至把自己在巴黎的公寓都賣了 可見Yves Saint Laurent這小伙子PUA的功力有多 很厲害也不覺得吧 但是因為Yves Saint Laurent的精神狀態一直不太好 所以投資人在衡量品牌效應的時候 就會考慮這一點,不太敢把錢投給他 於是P.O.A就找來了一個美國投資人 美國人造了什麼孽了要被歐洲人這樣戲刷 就覺得還挺好的,創意好項目 然後就投資了Yves Saint Laurent 1962年1月29日 Yves Saint Laurent這個牌子就發布了自己的第一個系列 受到了空前的好評 而且在歷史上 Yves Saint Laurent也是第一個啟用黑人模特為他走秀的人 而且走的是高定世王 當時法國的L雜誌這樣評價他 他就說我們期待一個系列是由未來的年輕人設計的 沒想到他是一個當代大師 平台成績初期Yves多給舞台劇和電影設計戲服 說白了就是今天的女團打歌服 因為當時非常了解流行文化 設計的衣服非常貼合紙醉金迷的社會氛圍 Yves在年輕人中迅速打響名號 1963年 Yves以粉紅香檳為靈感 給當時的巴黎舞演員Zizi 設計了一套粉紅色的打歌服 深受好評 我覺得Yves Saint Laurent這個人 他本來就是有自帶一個紙醉金迷的光環 所以他設計出來的東西 就是天生就是為舞台而生 為聚光燈而生 之前在視頻裡面 我們也會常常提到60年代到90年代期間的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是西方文化大解放大發展的一段時間 當時有很多社會的變革 比如說有必要的發明墮胎、合法化、性解放運動、女權主義高漲 隨著搖滾樂以及嬉皮士文化席捲整個社會 1966年Yves Saint Laurent就順著這個大時代的潮流 設計出了當時那些見慣大場面的明星看了都驚惡不已的透視妝 Yves這樣解釋道 Nothing is more beautiful than a naked body 他的意思就是說沒有什麼比裸體更美的東西了 同年以男性服裝為靈感的吸煙妝The Smoking 橫空出世 當時女人穿男人的衣服基本上就等同於大局一定 會被認為是一個出櫃的舉動 是的 這些驚世駭俗的設計讓聖羅蘭這個品牌一時風光無兩 她不斷的挑戰掌握話語權的資產階級審美和男權審美 順應了當時時代潮流的發展 解放女性 時至今日的透視妝和吸煙妝依然是這個品牌的經典 我們可以在緊急的秀場上都能看到這樣的設計元素 是的 我們在Dior那期就說過 Yves Saint Laurent因為非常了解年輕人在想什麼 就很容易抓住流行趨勢 她所設計出來的單體也非常受年輕人的喜愛 是的 但是眾所周知 年輕人喜愛是沒有用的 因為年輕人沒有錢 是的 在Dior期間她被辭職 也是因為貴婦並不對她的年輕設計而買賬 對,就很少貴婦會願意穿透視妝吧 Yves雖然離開了Dior,自己開了公司 她依然是要面臨這樣的問題 這些在上流客戶眼中離經看到的Yves賣得並不好 那為了賺錢怎麼辦呢? Yves和Pierre就是一拍腦袋 就說我們要不做個副線吧 那這個副線叫什麼呢? 叫Ready to web 陳一 我以為會叫PUAA,沒有創意 於是1967年Yves Saint Laurent在巴黎左岸發佈了陳一線 現在我們依然能看到 Saint Laurent的一些便宜的販布袋上 印著巴黎左岸的這個名字了 便宜的販布袋 來源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潮流圈我們經常看到的那些套路 人家在幾十年之前都已經拿不夠了 就是和南潮里門每次都跟我們幹 就說,沒意思 對於陳一系列,尚羅蘭她是這麼說的 One of the purpose was to provide a wider range of fashionable style being available to choose from in the market as they were affordable and cheaper 他的衣服是什麼呢?很簡單 就是東西便宜了,大家都來買吧 原先高定的衣服動不動就可以賣到40萬髮廊這樣一個天價 現在只有一萬髮廊就可以擁有一件高品質有設計感的衣服 這樣是不是很划算? 是的 Yves Saint Laurent這個舉動讓時尚不再是社會頂層的一個玩物 如果沒有她大牌的衣服對於我們這些無產階級來說 可能是永遠不能觸碰的夢 而現在我們搖搖牙也可以買一件大牌的衣服了 對,大家看我搖搖牙像一口假牙 避那牙水咬碎了 那衣服前一系列的第一個客戶就是當時的自己好朋友 凱瑟琳德納夫 凱瑟琳德納夫可能很多現代的小朋友都不知道她是誰 我也沒有聽過,我才18歲 當時年輕22歲的凱瑟琳德納夫是歐陽娜娜級別的小花 非常喜歡Yves Saint Laurent的設計 她甚至在見英國女王的時候穿著YS的衣服 她還歷見Yves Saint Laurent作為設計師 給自己這樣出演的白日美人做戲服設計師 而白日美人也是之後被時尚全封為經典的一個時尚電影 有著流量明星帶貨,熱門影視劇同款 讓Yves Saint Laurent在年輕人中迅速穿紅,銷量大漲 就像我們之前在視頻裡面所說的那樣 垮掉的一代,他們那種live fast die young 這種審美在聖羅蘭的設計當中被體現得淋漓盡致 品牌成立的前十年是品牌起飛的十年 也是Yves和Pierre最開心的十年 他們在摩洛哥買度假別墅,經常一起去摩洛哥度假 一起去買喜歡的藝術品,堪稱時尚圈的神仙眷履 天上是真的挺美好的 是的,主要不缺錢是嗎? 是 但是時間來到了1973年 聖羅蘭生命中又一個男人出現了 那這一個男人又是誰呢? Jacques de Bacher 這個Jacques真的是要好好地介紹一下 精彩的大喜終於來了 興奮搓搓手 這個Jacques出生在越南的一個法國陌落貴族家庭 從來長得好看,基本上幹啥啥不行,吃啥啥不是 但是在他青春期成功色釉了他的中學老師之後 他發現了自己有一項專長 是什麼呢? 就是靠自己迷人的外表和鮮活的肉體可以達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對不起,長得好看真的可以為所欲為 而且他非常願意在自己身上花錢 經常一掷千金給自己買最好看的衣服打扮自己 這就很恐怖了,美而自知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一個禁忌 就是持量行兇 後來老佛爺深情的回憶他的時候說到 很難看到老佛爺這樣誇一個人 我覺得讀老佛爺這一段話感覺是魂都被勾走了 這是覺得他又像天使又像魔鬼,讓人欲罷不能 是的,認識下可能說他就像一條蛇游走於冥地場 游走 尋找著他的目標 1973年,在老佛爺的生日晚宴上面 卡爾拉克菲就邀請了Yves以及Pierre來參加自己的這次聖會 經過20年的奮鬥,卡爾拉克菲早已不是以前在Yves Saint Laurent身邊存在感為零的那個窮學生了 他已經成長為了在Chloe以及Fendi的設計師 是的,而此時的Jacques作為老佛爺交往兩年的小夥伴也出現在了這場晚宴上 什麼叫小夥伴? 我真的不知道中文裡面有什麼樣的詞彙可以形容這兩個人的關係 英文是companion 是基友嗎? 他們倆還真不是基友 老佛爺後來在採訪中說他和Jacques的關係是柏拉圖式的,沒有身體接觸 他說 I infinitely love that boy, but I had no physical contact with him Of course I was seduced by his physical charm 老佛爺就純包養 就是靜靜地看著 OK 我選擇相信老佛爺 因為第一個老佛爺是一個非常自律的人 我們在很多的報道中都知道他是一個非常自律的人 之前我們也說過他六歲自學英文和法文就為了離開德國 第二點是因為在兩個品牌當設計師 應該沒有時間做愛做的事 他對於Jacques 就像你買一個喜歡的本店放在家 或者說你養個寵物 看著開心 其實你也不能幹什麼 老佛爺真是一個純粹的人 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所以他們成功 之前我們也說過老佛爺就非常嘴毒地評論那些不成功的人說 我不結婚我成功 你要結婚當然沒有時間成功 在這裡就再次驗證了他這個觀點 因為他有一個天仙般的男孩在身邊 也是只有遠觀而已 這裡給大家梳理一下大戲主要人物的關係和年齡 第一個是Yves,47歲,是世界頂級同名潮牌設計師 潮牌是什麼意思? 就是當年他就是潮牌 Pierre,43歲,世界知名潮牌Yves Nohan的主理人 也是Yves的男朋友 Kalakfe,40歲,世界著名設計師 同時掌管Chloe和Fendi 是的,Jacques,22歲,Kalb Lanchon 22歲很年輕了 他們都40歲左右 新鮮的肉質 就在這場晚宴上,本來一團和氣的時尚圈關係即將重組 哇,好期待 兩個時尚圈頂流 為何因為一個小鮮肉而老死不相往來 B的時尚圈必須紛紛站隊 時尚圈神仙眷女又是如何因為一個小鮮肉夫妻反目分道揚鑣呢? 而Pierre真的是大家口中所說的那個不離不棄的忠犬嗎? 請收看下一期YSL2之神仙大家天神撕跨 好了,本期節目就是這樣 如果你覺得本期節目的內容對你有所幫助的話 就請不要吝嗇你的點贊、轉發、收藏、投幣哦 如果可以的話請點個關注 那我們下場發貨再見 拜拜